張崇基和張崇德兩兄弟 由2002年舉行的二人之重唱演唱會 到今個月31號 和明年的1月1號的兩場 2021最後的機會難得演唱會 線後開過10次演唱會 開演唱會還要堅固製作 票房甚至找贊助商 崇德坦然累都頂不住 無論體力和精神壓力都承受不到 賣得不好 為何賣得不好 你又要想 睡醒教育又要想 是否宣傳又要再做 有甚麼辦法去做 歌手可以是 在演唱會之前 看看今年唱甚麼歌 看看臉書 運動去做 但我不是 張崇德坦城開演唱會 都試過五度陷阱 搞到要竊著做 但要做到無損心情 算是人生課題之一 而最難忘的是2006年 和小鳳姐同期開演唱會 小鳳姐仍然攝到時間 為她們做嘉賓 而她和劉美娟 都有去捧小鳳姐場 證明同學不一定要競爭 還可以互相支持 這樣才好玩 對於時下樂壇多新秀 張崇德好欣賞MIRROR 兩年前我幫一個客戶 搞一個演唱會 請了MIRROR表演 由於我請她來 所以我站在中間MIRROR 包圍著 好像有四個單位的表演單位 每人都是唱三首歌 通常我們做開演唱會 就是三首歌 你們彩排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你便試完聲 然後滿意 這樣便離開 一樣都是給他們半個小時 去彩排 終於你們知道 排了多久嗎? 三個小時 但那一刻 我覺得就是 一個三首歌的表演 你們可以這麼仔細地去彩排 那其實是 是令我的東西亂了 但我覺得 他們想演唱會好一點 你又沒有理由 會說他們 所以那一刻 我一看 我真的 為何他們能夠跳到這麼齊 就是因為 無數的 背後的時間去訓練 很多時候 我想觀眾都看不到 就是看到 台上那一刻 但你看看 一個表演 他們要用多少時間去排練 我一看 其實已經很齊 再要來多一次 你想想 一個表演 做得好 一個成功的藝人 一組成功的藝人 背後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當然有花姐要求 但你看看的時候 他們完全沒有怨言 就是覺得 有些片段 因為我不是一直在看 看到 就是叫 這個位置 那個不齊 他就很乖 這樣 就 然後再來 給你們 是 現在 有 他 我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